各位读者大家好 我是减法训练这本书的作者廖欣迪 今天来到了运动星球总部 那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在带学生或者是带选手训练的时候 大家经常对于运动和健身方面所会产生的几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大家最常问的就是说 要如何安排训练的先后顺序 这个问题你要讲很简单的回答就是 你什么东西最重要就什么东西先做 比方说我如果是脚踏车选手的话 今天我的骑车训练一定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要先把我的主菜练完 再去练我的附加的 不管你是瑜伽皮拉提斯还是你的核心还是你的重训 这些东西比较属于副参的 比较属于是辅助项目的 就是要放在你的所谓专项运动或者是主项目后面来进行训练 不过当然大家也知道凡是有原则就是一定会有例外 什么时候例外 比方说今天脚踏车选手我判断他是最大力量是比较差的 那么我要用健身房里面的重训机才进行三下五下 这种非常强度非常高的力量训练 那这个一定要在状态最好的时候进行训练 所以就会安排在骑车之前先做 或者是一个训练小周期 比如说礼拜一状态最好的时候 就会安排在礼拜一那天先把它做掉 这个是训练顺序的安排上面的 再下一个问题的话最常被问到就是说力量和耐力是可以同时训练的吗 其实说真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个假议题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绝大多数的运动单向 他同时都需要力量与耐力 这两个大数值 所以以前我有个朋友他讲话比较 比较嘴尖一点 他就说你进去健身房 我请问一下你走路是有氧还是无氧 你走路是耐力还是力量 那你如果你把走路分成是耐力的话 我劝你去健身房练完之后 出来都要坐轮椅 你最好不要走路回家 因为耐力跟力量训练的成果会冲突 所以从这个玩笑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现实的考量 它是没有理论这么的简单 所以既然现实的需求就是 我的力量和耐力都同时需要训练的话 那么我在训练设计上的考量 就是要变成说 我怎样设计去让他们两个项目的干扰是最低的 那比方我今天如果是做高强度间歇 或者是大家很熟悉的TAPATA形式这种训练 TAPATA就是说冲20秒 全力冲20秒休10秒钟 6到8趟这种心跳都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喘会很累 无法长时间持续的这种形式的耐力 它就不适合跟什么力量训练同步进行了 它就不适合跟健美先生 要把肌肉练壮 练粗大的这种肌肥大形式的训练同步进行 所谓同步进行不见得是在同一个session 我同一式聚健身房 它可能指的是怎样 在同一个时期 比如说同一周 我在我的这个周期里面 我同时需要增肌 又同时需要把我的最大射量量提升 这两个在过往的研究来讲 是比较容易产生冲突 但其实也不是不行 说真的 如果你要同时练的话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把力量和耐力训练中间 休息时间加长 我上午做力量 休息一四小时 下午再做耐力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在同一个session之间做的话 你在同一场训练中间要把它做掉 你做一个之后 先做营养补充 你吃了一点热量进来之后 再做下一个训练 那它的干扰程度也会被减低许多 好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力量和耐力可以同时训练吗 其实 它是个假议题 第三个经常被问到就是说 教练我不是专业运动员 我只是练身体健康的 我只是休闲运动而已 那我有必要进行周期化的训练吗 这个是先前我在商业型的健身房 我经常会碰到的一个算疑惑吧 因为有一些非常具有进取心的 这些年轻同仁 他去上了一些运动科学相关的课程 或者说他可能去 怎么讲 取得了一些证照 那么在这些证照的过程中 他们会非常强调就是 一步一步按部就搬来的这种事情 所以所谓的周期化训练 它其实不见得是一定要 先解剖 适应期 再来做击肥大 再来做最大力量 然后进行专项转换 这么硬的这个 不是 他所讲的是说 我一个阶段先专心做好一件事 下一个阶段再专心做好 下一件事 这个就叫所谓的周期化训练 那么回到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我是休闲运动的爱好者而已 我需不需要进行周期的安排 我的想法是算两方面的 基本上你可以从周期化的训练里面 得到很多的好处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没有办法 应该说没有必要强制自己 一定要在周期的这个架构下面去做 为什么 因为训练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如果你进行训练 看到成果这件事情 整个过程的追寻 对你来讲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相信做一个完整的周期规划 对你来讲会有非常大的好处 但如果你的工作是变化非常多的 你经常今天不知道 下个礼拜的什么时候 必须要干什么 你要做一些很激动的调整 那这时候有周期的这个概念 基本的架构 知道在什么前提之下 要做什么样子的变化或准备 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要把我两个礼拜的课表 全部都写进来 明天缺了哪一个session 今天少蹲了两组 你就会觉得说 心情不踏实怎么样 不必要这样子 休闲运动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就好 其实运动的时候 你的心理压力降低 生理适应的效果也会好 这就有点像 吃减重的朋友们 我今天如果看见 桌上有一片饼干 我想说 我好想吃这个饼干 我好想吃这个饼干 可是我吃了就会肥 怎么办怎么办 你一天在那边压力很大 光这个压力情境 就会让你减重很不顺利 如果你今天想的是说 饼干 好吃 我喜欢 我吃这片就好 我吃这片之后 我今天就不会再吃零食了 那你吃掉 你的减重会很顺利 所以 周期化训练也是一样 太过分 复杂化的去想这个问题 不必要 你就要也可以 不要也可以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体能训练和技术训练应该哪一个比较着重 基本上 看你是谁 真的看你是谁 看你所谓的技术的层面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位专家运动员的话 那这个不用多说 一定是技术优先 体能的加强 是为了技术的最佳发挥去辅助的 所以体能是属于在次要的辅佐的角色 你不能过来反客为主 说我体能训练很专业 所以依照我的理论 你的技术就应该在哪一天练哪一天练 我现阶段我要把你增加你的脊植量 我要把你增重 那因为现在身体会破坏 会很专痛 所以我叫你技术少练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事情 一定是要以技术方面的需求为优先 那体能的话我们有一套系统 但是你必须要围绕在我技术的这个框架底下 我怎么去支援它 怎么去支援它 那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动 那我的就要围绕着它去做改变 所以体能和技术 一定是以技术为重 那换过头来的话 技术到底是什么 所谓的技术 你说做体能训练的时候 其实也有技术成分在 比如说前几年非常夯的一个 叫做奥林匹克式的举重 就是我们你在奥运或亚运上面 会看到抓局停局的这些东西 衍生出来的一些体能训练的方式 它技术层面也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复杂 那这时候你在练这些项目 你要追求的是技术的存熟 还是这一项训练方式 把很重的东西很快的举起来 它所可以给你达到的生理刺激效果 其实有时候很难平衡拿捏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回过头来看说 我可以用的时间到底有多少 如果我的训练必须要是很紧凑 很有效率的 那也许我会选择做这么好用的一个方法 我先不要 我先不要让我的训练做 因为它很难学 很难做得好 技术层面这么高的话 那我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譬如说我可以甩个赞成 我可以把要求抛高 我也一样可以达到 类似的体能训练刺激效果 我就不需要去磨我的举重技术 这么规模的去 为了训练安全也好 为了往后接受更高一层级的 训练方法的刺激也好 我会花太多的时间在磨这些东西 那技术面的东西我就要先捨弃掉 这个是体能和技术的优先顺序 我会这样子回答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属于速度训练 速度训练的话 在我的这本书里面三大章节 我所写的体能三大元素 分别就是力量速度和耐力 但是许多人会非常困惑说 我为什么速度要额外拉出来练 因为在很多人的这种经验或想法里面 他们会觉得说 我激励训练 我用轻重量 我做爆发式的起重 我把我的爆发力提升 我速度一定就会变好 那为什么我必须要把额外去速度拉出来练 这件事情 为了要回答这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去理解说 速度它也是一种技巧 它也是一个技术 它不是单纯的体能呈现而已 它是一个很高度的协调 全身肌群合作去动员 甚至是如果你不是只有线性的速度 像田径拳手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所以速度训练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提升神经的反应速度 另外一个在进行位移或方向改变的时候 你的技术纯粹度 然后再来的话 最大的快速力量的呈现 下一个 高速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办法维持一小段时间 比如说5到10秒的恒定 这个属于速耐力的范畴 因为有以上种种这种综合性的考量 所以在体能训练的时候 我们非常有必要去把速度额外拉出来做训练 因为你做速度训练的时候 会把刚才我提到的这些 这个拉 那跟它下一个全部都一起 一把抓 整合在同一个训练单元里面 比较简单的举个例 比方说 我在国训中心的工作 我会看见我的同事在带举重队热身的时候 他们进举重场之前 他们会先做很多不同的短冲 所谓的短冲 就是说短距离的冲刺 可能只有5公尺而已 两个两个人配对 也许用高跪姿 也许用趴姿 也许用坐姿转身这种方法 听到转身拍手之后启动 那这种的话呢 就是速度训练 因为它可以提升中枢神经的活性 它可以改善全身激情的这种动员 对举重这个项目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 举重就在一个举重台 在那几层几个位置 你不会动 为什么我要跑 因为速度训练可以有很多很多好的生理机制 对于你的专项训练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速度训练一定要特别拉出来 以上就是简单整理的5个我经常碰到的选手 或者是学生跟我做的提问 那希望这些简单的内容呢 可以对一些想要把自己训练在进阶 突破瓶颈的朋友们 能够让你们得到收获 那么简介一下想要出这本书的想法 基本上我在健身教练业 我大概有将近十年的资历了 所以说长不算真的很资深 但是也不算短 在这过去的十年中 我看见了一个潮流就是 大家对于运动训练的风气越来越兴盛 也越来越对于自己有需要什么东西 有很多的讲究和坚持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你们知道吗 所谓好的训练 它也跟服装的潮流一样 是十年换一波 曾经流行起来的东西 它会退掉 那退了流行之后 它又重新被炒作起来 为的是什么 是因为大家共同的一些兴趣 为的可能是一些 背后的商业利益所需要的一些做法 那当你在碰到很多时候 各种不同的讲法 比如说 有要能力提升 可以让你的寿命大幅度的延长 或者是说 我就是一定要变得很强壮 你越强壮 你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可以受到改善 所以我要目标成为一个强壮的人 杀不死的人 或者是你可能会想到说 我就是需要有很高的一些活力 我要对我身体的功能性 要能够所提升 种种种种这些想法 听起来全部都很好 都很棒 都很吸引人 所以在A很好 所以你要做A B很好 你要做B C很好 你要做C 接下来五花八面 什么东西全部都出来了 这个现成市场上面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可以给你 最后就会变成 你不知道怎么选 所以我会把说明 取为减法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要让你去厘清 自己现阶段我的目标适合什么方法 然后有哪些方法 虽然其实对我来讲很好用 但现阶段我的能力还不适用 所以我就要先把它剪掉 先把它暂时排除在我的训练计划以外 这个是我所谓减法训练的概念 这本书的定位 它比较像是在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作品 比如说十招教你什么运动 或者说怎么吃 教你三十天之内瘦下来 这一种的市场 和比较大铺头的运动生理学 机动学生化这些东西 教科书中间的一个媒介 有一点像是我们如果在大学 念工程的系所 我如果是机械系的话 我大一一定要先念什么 要念工程导论 要念机构学 我不会一口气就跳进到很深 接下来会是在我出职场 直接应用的这东西有关 所以我的这本书也有点像是一个导论 它对于真的没有什么底子 或者说刚刚踏进这个圈子的朋友们 会有一点硬 会有一点觉得说 我有点难 但实际上如果你是已经努力了一阵子 然后你希望能让自己的训练 或运动能够再进阶的话 那么这本书几次会非常的适合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